好 回頭裡三枚血跡指紋 血跡指紋也寫上 怎麼樣 關隊 植物座椅上 發現了三枚血跡指紋 應該不是新手的 他不會把自己指紋 列在車裡 我們還發現了幾枚 膠刺指印 膠刺指印 果然 他對自己的手指部分 做了處理 關洪峰拖下制服 離開支隊 現在又紛紛不取 假裝歸隊協助工作 就只是為了維護一個人 對他而言 他的親弟弟 比一個警察的正義感更重要 甚至比這一家的生命 都重要 這樣的關洪峰 是個什麼立場的人 這個方這邊吧 謝謝 那些玻璃碎片收集得怎麼樣 哦 辦公室還在做篩選 叫他們盡快回復 我想知道是被什麼計算 好 蘇伊川 要是現場啊 來 好 有事兒嗎 關老師 今天劉隊帶我去 我還是想問您 現在那麼多確鑿的證據 都指向了你弟弟 為什麼您還那麼堅定地相信 他是無罪的呢 您這樣做 是不是違反了警察的原則啊 還是說您在案發之後 見過關洪峰 對嗎 我跟我弟弟是一塊兒長大的 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他會犯錯 但是他絕不會幹這種事 因為我欣賞他 去吧 你幹什麼時候你官大我一級了 你什麼意思啊 這麼大的明天白白的眼前 你帶著你閨女去參觀曙光四號院的樓盤 还和区长套劲了 你就不能干点 刑警本分的事吗 没问题啊 你周旋 周队 那请周队分配任务吧 好 第二 第三 难化是 被害人的家属 对事件解剖很有意见 你怎么会搞人机 去接待一下 去接下来 好 好 關這個 就這個 怎麼樣啊 不怎麼樣 這種玻璃一旦 這個玻璃不太碎了 它會形成大部分 邊緣是鈍角的 蜂巢式的碎片 很多的碎片呢 它就是這種 大概零點三厘米 形狀還很相似 我倒想看看 關隊自己怎樣 講這個垃圾拼回去 關隊讓我們復原它 無非是想知道 車窗是被什麼東西打破的 那既然 所有的形狀都一致 我們只需要找出 那些形狀不一致的 有被外力破損痕跡的碎片 拼出局部的 被打擊的破損口 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是啊 來來來來 還沒營業呢 你生日啊 你生日啊 耿叔生日 我說你臭眉口臉的呢 想開點兒 我知道 我就是覺得有點虧欠 怎麼樣 我堅 email 你贅舊 یہ 你怎麼會啊 你甚至wość 而是經濟人 不是有點我們 对啊 后来母亲病重 为了多赚到钱 我弟弟干了很多 违法乱纪的事情 被学校给开除了 我也亲自把她送进去 说心里话 我也觉得很亏欠她 但是就是不知道 该怎么跟她讲 到现在想来 也许是兄弟之间 缺乏对相互付出的那份理解吧 其实我也觉得 你们哥俩挺不容易的 关鸿雨 你就别总埋怨你哥了 你们上次在库房换衣服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告发你们的 我相信你们有事 行啊 你竟敢偷看我们换衣服 好 好 avenue 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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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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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您好 能介绍下李帝深遇害案的具体情况吗 案情有什么新的性感吗 据说差爱死前被迷先能透露一下吗 请问您就是半年前 从长风之内离职的关红风队长吗 您什么时候又复职了呢 请问您对您地理被通缉 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说李帝深死时全身赤裸 如果他涉嫌强奸的长爱爱的话 他这会不会是一体神秘的安装案呢 局里已经责称刘长勇副队长 介绍大家采访 他会一一坐在那儿 刘副队长 关副队长不是离职的吗 什么时候不准备 不过不过不过 不过不过 哥 其实啊 咱们早就该换个地方 走 都寻那老狐狸 三天两头往咱们家跑 迟早得弄性 这次是没办法 还是家里比较安全 这个地方待多了 一步就是会被发现的 其实你上次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发现了 你上次了 你上次了 我要是不相信你们的话 我早就报警了 还真别说呀 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挺像 废话 什么叫像啊 哪儿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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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哥 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下我 我哥 是吧 这李长二人运海案 新闻已经上了十多万了 谁 刘长勇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啊 董涵被羁押前 就已经把照片发出去了 如果我们拿住人 还能把照片要回来 现在可好人的照片 都在外面了 你现在就是把那一百万记者 都抓回来 你也封不住消息 告诉你 刘长勇 要是因为这事破不了案 这雷尼牙扛定了 而且你还把整个之类 都搭进去了 你火什么 人家是拿着区里的文件来的 现在人走了 你来什么劲 你这儿发什么活 有活气 你去区里闹去 你还要理了是吧 不是 师父 您来看见 看见 除了案件本身扑朔迷离 我们还在负责案件 调查的警务人员中 发现了已经离职的 原长风支队队长 关洪峰 近半年前 关洪峰正是因为 其孪生弟弟关洪宇 作为二要三命闻草案的 主要凶险刀击 而受到牵连 至于其何时回到支队工作 以及担任什么职位 长风支队尚未做出任何解释 刘长勇 你那边是不是诚心的呢 你什么意思 就 你别咱们不诚心 就对 老关哪 我问你关洪峰 就你嗓嗓的 这全楼道都听见了 这大家都辛苦了一天了 就不能体谅体谅 别体谅了 快点吧 你看看看看 看看这是什么 都已经这样了 你再嚷嚷也没用的 只能尽快破案 才能平息这场舆论风暴 都坐吧 说说情况 来 来 来 你干吗去 我刚才在听刘队长的新闻发布会 顺便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 调取了一下案发前后 现场区域的检控录像 来 看一下吧 经事件确认 两人的死亡时间 可以精确在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 死者的身份均由技术队确认 你还没关系 搞那麻烦干什么呀 电话直接通着不就得了吗 这可不行啊 那一人家打你电话的时候 正好你是通话 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如果开会直接让我讲什么 我可就没戏场了 你一定罩住了我啊 等一会儿听我怎么说就是 轻点 男性死者左后脑枕骨处 有明显的戳刺伤 该胸器呈三角形锥状 尖端为六十度的夹角 胸器在刺穿枕骨后 接连穿透了小脑和大脑枕液 造成了严重的颅内出血 车内虽然有弥坚药 但是女性死者初步的血减 没有检验出类似成分 对不起 阿雷实检和雅兰 在现场的初步推断差不多 继续让技术队介绍情况 你们这边呢 由于天气原因 现场周围无从寻找踪迹 但是也没有发现 除了被害人车辆之外 有其他的车辆进入现场的痕迹 所以初步推断 凶手应该是步行进入现场 从置物座椅上 提取到的三枚血迹指纹 均为女性被害人的 身份确认得知 男性死者李立生二十三岁 著名企业家李善一的独子 曾经寻衅滋事 被我局治安支队拘留 被媒体长期爆料出 与演艺界多名人士 发生不重当关系 女性死者常梦染 也就是前一段时间 在网络上一度高调出位的 常爱十九岁 吴前科也没有犯罪记录 这个是常梦染的证件证 当然 从现场获得最重要的误证 是被害人 在车前做夹缝中 用来偷拍的手机 录下来的案发视频 这一拍的 这一拍的 看不清我呀 不开灯啊 刚给大家播放的这段视频 是节选之后的 之前李立生曾经一度 因为要录制视频 打开过车顶灯 后来在长矮的强烈 要求之下关掉了 从播放后的视频中 你可以看出 案发的时候 也就是两名被害人 发生关系的时候 前排座椅 是被推到最前方的 但是在杀害两个人之后 座椅被凶手还原了 移动中发生的震动 使手机从夹缝中 掉到了座椅下面 不过从后面的视频里的声音 可以判断出 凶手在车里 大概整理了有十二分钟左右 整个过程当中 凶手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 直到我们警方 赶到现场的时候 再也没有拍到任何有效信息 问基础队 走后车窗是被什么打碎的 那车玻璃呢 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拼凑整合了 现场玻璃碎片的局部 通过破损处的形状 初步推断出 车窗应该是被一个 编长为零点二五厘米左右的 等边三角形追撞力气打破的 和凶器形状一致 等边三角形追撞 六十度夹角 真的是破窗期吗 看来跟凶器的形状很相似 那现场有没有发现毛发 织物 脱落或剥落的欺骗 或者其他DNA证据 没有 车里的痕迹被清理得非常彻底 凶手清理现场的时候 有没有特殊的清洁剂残留 也没有 不过我们对现场的土质 进行了无阻存样 这部分意义不大 不过还是例行问一下 被害人的财务视频什么的 那被害人的财务啊 视频什么的呢 没有疑似 那个 长爱他 长爱是自愿与李迪生 发生的性行为 当然从黑灯下火的视频 也听得出来啊 在他遇害之后 没有发现是核心侵害的痕迹 不求财也不好思 你看 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 由于案发时间和天气的原因 找到目击证人 或其他残留线索的希望 比较小 但还是要辛苦 各外勤探组 尽可能能在周边 多做一些走行工作 扩大范围 另外我已经通知 交管局调取监控 这部分技术队跟进一下 从视频里来看 凶手的特征很模糊 尤其是看不清楚凶器的形状 对了 技术队在这方面 能做进一步处理吗 恐怕不行 如果我们把视频 交到市局总队的技术部 或者是专门的 物证鉴定机构的话 那么可以得到 高度的锐化处理 总队那边的技术队 跟咱们差不多 干脆直接送物证监定中心吧 物证监定中心那边 我去 那边我收 我会让他们 尽快给你借过 想必我也不用 再发一次火了吧 大家也都知道 事态的严重性 都给我赶紧干活 算了 让周勋留下 周勋 稍等一下 有事 鉴于目前 已经泄露太多的信息 以下要说的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事实上 现场证据呈现出的 最明显特征 是凶手很可能存在 某种轻度的 强迫症倾向 如果说清理现场 是一种反侦察手段 那么谍方被害人 衣物整理座椅靠垫 以及还原座椅位置 一类的行为 则带有很突出的 个人性格特征 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 犯罪标记的 一类特殊行为 同时 凶手熟练地清理了 县城所有可供 辨识的证据线索 感觉上 这不像是他第一次作案 我大概回忆了一下 这些年在咱们辖区 发生过的案件 没有类似的 那我去市局请示 调弄警力 去核查 近五年全市范围内 有类似特征未接的命案 周队 办公室 先等会儿行吗 顾局来了 所以他更突允地 一起行 戴家罗里 应该oli 就要抓紧 没有 官方的皮疗 对 也就要做了 就要说 我就想要做 他就能做我 他就要做 就要做 你再做 问关洪峰 为什么还在支队参与工作 这不是咱们分局批的吗 只要能破案 咱们内部怎么都好说 可是现在消息传到了社会上 这就有个社会影响问题啊 这不市局已经给我下了批示 现我一周之内 左手摁着你小子的脑袋 右手举着情况说明 就向一把局长回报 可估计 这老关回来之后怎么样 咱可都看在眼里了 你怎么还没搞成这状况啊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关洪飞的问题 如果不能给市局一个满意的答复 连你我呀都得脱衣服 来 你回片的事之前没有通知市局 现在市局要求一周内破案 否则不止你一个人离开市队 所以现在时间非常地紧 要是查遍市局档案 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的话 那就城堡公安部 在全国范围里查 凶手绝不是第一次作案 他不止杀了这两个人 本店的招牌医民 你别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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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块五 四十八块五 你能不能把筛查范围缩小一点 你是不是把那刘云给睡了 我说你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 气候特征 目标特征和行为特征 那就是暴雨夜 深夜 以及优惠的男女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 近乎理想的犯罪环境 情侣约会自然是要避人耳目 深夜户外人机稀少 而暴雨则会把目击者的几率 降低到几乎为零 所以说我不认为案发这场暴雨 只是偶然的巧合 很可能是凶手刻意的选择 筛查结果一旦确定 这是全市范围内的连环命案 市局可能会成立专案组 然后会从涉案辖居各分院局 抽调行侦骨干 协作莫案 如果专案组破不了案 那就等着挨公安部的板子吧 如果破了案 那破案不是应该的吗 我是说如果在短时间内 完成了针破呢 比如一周之内或者更短 那以专案级别来讲 算是立了大股 那如果实现这样的结果 是以我参加侦破工作 为重要前提的情况下 那就能证明 局里批评无关老实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行啊 那就星虎周队 今天晚上带着大家翻案卷了 我先回去睡觉 我先回去睡觉 来 来 看你这件事是这样的 你觉得呢 这个在这儿 你这样你在既然是 880 980 980 980 1 1 2 2 3 3 4 5 哥 忙忙忙的 麻烦你了 爸 周队 找到一起 去年 向阳区亮马河南草地 暴雨 被害人一男一女 凶手打破后车窗 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周队 还想去那边来气了 别发现娘们气啊 好 老关 怎么样 加上昨天那起 近五年来 前市一共发生了四起雷似的案件 一年一起 对 对 两个小时前 总队已经批准成立专案组了 但是襄阳那边人手不够 所以只能调派海港支队的人 协同我们办案 周队 海港支队报 好嘞 来了 都起来了啊 干活了 干活了 快点 我说老周啊 我都丢到海港支队了 还是甩不开你啊 哥们儿现在是堂堂的支队长 你还在地方拨着当二把手 你这是怎么混他呀 你爬得快 那是摊上好师傅了 海港区行政支队副队长赵新成 海港支队赵新成 您就是官队吧 九阳大队 听说跟周队是同一届的 而且是那一届唯一一个 可以跟周队打个平手的 别这么说 我现在只是个顾问 周勇已经跟我说了 您在不在支队编制 那都是一把手的地位啊 对了 我也带了个顾问 海明 我们支队韩松阁教授的儿子 主业是律师 是我们队特招的人才 你好 拜读过您写的 《野论犯罪两分法》 非常受益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们父子俩好好 切索去做 您过于了 父亲那边有些繁忙 我也是被新成历史抓来 乱与成熟的 那行吧 咱们看个案子 来 走 他是谁啊 不知道 不过韩松阁确实是 全国知名的犯罪 暴会专家 还能忘了 来 从时间顺序上看 海港这两棋是头两棋啊 根据你给我的山运标准啊 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 有两棋非常类似的案件 第一棋是在林业大学的北墙外 案发当晚下着暴雨 被害人是五十三岁的男子李某 和卖英女刘某 当时两人是在李某的车里 进行性交易 期间车窗被敲碎了 这个两人都是被同一种 利器戳死头部致辞 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这个车上呢 也被整理得一干二净 消防栓瓶子也被擦过了 这棋也是啊 没有发现任何指纹 和其他可供排查的线索 这个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而且他们的衣物啊 也被重新整理过 但最夸张的是 这男的啊 从拉链到皮带 被系得整整齐齐 他老二上面还套了个安全套 再就是前年那次啊 犯罪手法相同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 受害人是坐在前排 那女的啊 他能用嘴给那男的 反正总之啊 不然怎样 就是虽然他们都坐在前排 但是这个凶手 依然是敲破车窗 进行了犯罪 然后那晚也是下着暴雨 所以没有任何的目击证明 细节卷宗里边都有 我们自己看吧 这是我们侠区昨晚的那起 下阳那起是去年 在亮马河附近 被害人是一男一女 车窗也被砸碎了 然后在案发时间 大概是在凌晨的两点多钟 里面所有的痕迹 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尸体和物件 也都被重新拜访过 这案情都差不多啊 老师 你说这个病案侦查 有什么实际效果啊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起案子啊 变成四级凶杀案了 在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 我们从每起案件当中 找到其中的相通点和不同点 这样就可以找到 他新的排查方案 不过 这名凶手 跟普通意义上的连环杀手 有所区别 他的冷却期很稳定 长达一年 这很罕见 每次打碎的都是后车窗吗 是的 就连被害人 坐在前坐的那次 凶手也是打碎了 车窗的后座玻璃 看来跟天气一样 也是凶手刻意做的选择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在车辆出场的时候 这个后窗的车膜 已经做过这样处理了 所以车主 不会再贴车膜了 所以凶手会觉得 后车窗更容易被击碎 有这个可能 说明凶手从第一起案开始 就已经具备了 相当成熟的反对技巧 和超高的反侦查能力 而且这么多起案 他一直保持步骤一致 前两次难免 还会有些不一样吧 你们昨天的这起案件当中 推测凶手摆放尸体 以及清理车内使用痕迹 大概用了十二分钟 但他第一次用的时间 似乎更差安心 你是说施疆的程度 应该是 就是说最快也要等被害者 死了一个小时以后 看来这名凶手 第一次处理现场 不太熟练啊 两位大师啊 咱们先暂缓学术讨论吧 先看看有什么价值的 这个排长线索没有 从视频上来看 凶手是名男性 大概一米八左右 从他处理尸体和案发 他现场可以推断出 他应该有轻微的 强迫症倾向 虽然他是步行进入现场的 但是依据现场的 案发时间和地域环境 可以看出 他应该是有自驾的工具 凶手应该不低于四十岁 正在乎曾经从事着 跟行政类有关的工作 能够在这个时间段 四处游荡 应该是独居 或者跟年长的父母同住 冷却期有点长 那也不排除 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因为过长的冷却期 可能会让他的犯罪冲动 更难以解析 这样犯罪的频率 也可能产生变化 照这个范围圈 京港八百万人口 等着我们排场 能不能把范围缩小点呢 众队 送来到监控视频里 查到一辆车 看看去 看看去 坐 周队 法医室怎么走 我想看一下视频 法医室那个 我带你去吧 好 好 伤口有九公分身 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 如果说凶器至少九公分长 是不是更准确一些 对 向阳那本卷还没有看过 暂时海港区率两起 被害人的伤口深度 都没有超过九公分 试想 凶手想用力气 车窗有颅骨保护的头部 必定会用尽全力 而凶器一旦穿过颅骨 力量关性自然会导致 贯通到底的结果 但凶手不一定是使用身体力量实质的伤害 虽然视频里面看不清凶器 但从持续的手臂来看 应该不是发力的姿态 视频里凶手是用什么东西抵住被害人头部了吗 差不多 应该是某种可以单手持我的压力装置 而且不只能使用一次 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 能判断凶器的开放角度吗 试检是看不出来 但我们还原了凶手击碎的车窗 从视频来看 凶手应该没有时间更换作案工具 如果击碎车窗的和凶器是一种工具的话 应该是某种夹角六十度的三棱锥状头 六十度角 倒是符合破装器的规格 我也这么想 凶手很可能是把破装器改装成了一种 依靠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图子锥 可惜这对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 谢谢高法医 温队 还有一件事 这是李狄深的事件总结 这个给周寻就行了吧 事关重大的案件 还是给能拥得到的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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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十二点四十七分 东北侧路口 先把牌照寄进来 找到车主送下牌照 就这些了 从十二点到凌晨两点 经过案发现场周边路口的车 一共是十七辆 十七 有没有觉得哪辆特别像啊 不好说 先都拍照一遍吧 那这样吧 把那个车辆登机给我 我带人去坐坐吧 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 什么时候进入现场 还没有查到 有可能 十二点以前就进入现场了 也可能 凶手从火工俱乐部就开始跟踪了 什么意思啊 即使凶手随机地选择目标 那么即便他开车 他应该也会大意到 在案发的时间里 把车开到有监控的区域里 那我们把调取监控的范围扩大 同时专门调取火工俱乐部 周围的监控呢 不管怎么说 先从监控里找被害人的车 如果凶手跟踪被害人的话 只要按照被害人生前开车的路线 应该就能找到凶手的踪迹 韩远 韩子 物证监定中心 那边有消息了 我过去看吧 我跟你一块去吧 老刘 外边都是记者 走车库 一起去吧 美丽